在极限挑战中,异星凭借自己的善良纯真和超高的颜值,获得哥哥们和大量粉丝的鼓励支持,想当初被红雷哥抢箱子的事情至今还莉莉在目,信得罗志祥极致化解,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 异星喜笑颜开,不得不感叹异星这个大男孩还是很有同心的。 如今异星的成长大家都看在眼里,可以称得上优秀呀。 极限挑战第五季即将在爱奇艺热播,第一期已经录制完成了,路透视频也来了,这次的异星身穿机条制服,并烫了黄色的卷发。 据悉,本期邀请了嘉宾贾乃亮,观众朋友们迫不及待呢。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